Digital Music Player 聽歌是一個很過人的事 你不可以分享你的音樂出去 不可以加like 不可以share 而這個 MusicOS 這個Olive 就可以讓你做這件事 你覺得好聽的 你可以透過它將share 去Twitter 或者加個like出去 都可以做得到 同時間它也有其他一些跟 MusicOS 有關的功能 包括主段 它有Party Mode 什麼叫Party Mode? 就是平時我們可能有不同的房間 我們就說我們可以做Multi Room 一般說的Multi Room就是不同的房間播不同的歌 但是Party Mode不同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在一間屋裡面有不同的地方 我有很多個Player 我可不可以這麼多個Player 同時間一起播我的歌曲呢? 其實這個功能基本上是比較少公司能夠做到的 因為它們需要在不同的Player上做一個Synchronize 要大家同步一起播我的歌曲 否則有些快有些慢 或者在中間有些延遲 這樣就不可以全屋播同的歌曲 它有這個功能 另外就是 剛才說過它有一個雲端服務 所以世界各地你都可以聽到 另外它可以做一個Time Shift 就是說如果你聽網絡電話 現在就一直這樣聽 但是它可以快速時進 後退 Pause都可以的 聽一個Live的Video都可以做這件事 以前是不可以的 現在它可以做這個功能 另外就是它可以 你的電腦或者是其他地方的音樂 是可以跟Multi Room試幾備份的 譬如以前你只可以扯一首歌下來播 現在你可以扯一首歌下來播 再把它儲存在自己那裡 另外就是 我們可以有 這隻Win 我們可能一間屋有幾隻 它可以在Win和Win之間 互相做Backup 變成你去儲存你的音樂的時候 你就不用自己去專程 可能要用USB去做Backup 這樣就可以方便很多 另外就是它有一個Section的技術 Section的技術是怎樣的呢 就是說它都好像一般般 會看看你喜歡什麼歌 然後會記住你喜歡什麼歌 就強行那些歌給你 但是它不同的地方就是 它甚至可以知道你在什麼中數聽什麼歌 於是在那些中數它就會播放那些歌給你 而同時間你家裡可能有五個成員 你可以有五個成員有五個鋪法做給它 你就告訴它我是老大 所以老大回到家 它就看看你什麼中數 接著它會播放什麼歌給你 另外就是 本身這部機因為它都會接著Network 如果你對這部機有什麼意見 告訴它 我覺得你這部機是蠢蠢的 功能好像差一點 或者我想它有什麼新功能 你可以直接在這個面板上 將你的意見寫下去 這樣就可以立即回到廠 做一個直接跟廠的溝通 好了 這樣就 到這裡為止 那這個音樂OS的功能就差不多了 我們講講這部機的主要規格 再見